Hello 小朋友 我們暑假到第三個星期了 不知道小朋友在家裡的情況如何呢? 不知道呢? 是不是就快要開學了? 不知道能不能開學嗎? 無論怎樣也好,我們都要在一個日子 晚一日我們要去敬拜神和聽神的話語 又問問小朋友 小朋友,你回了教會多久呢?多少年呢? 多少年? 多少年?可能是三年 三歲的小朋友 可能是十年 家琪sir和詠欣傳道 不要說年份 我們都從小回到大 家琪sir喜歡回教會唱詩歌 詠欣你是不是小時候會聽詩歌唱詩歌? 是不是小時候已經彈琴? 都是很小時候就彈琴 懂得彈琴開始就彈琴 五六年級 五六年級已經做詩琴 遲些到你了小朋友 今天呢 介紹首詩歌呢 叫做Praise You Everyday 就是我們要去唱歌讚美我們的神 每一天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我們先唱一次 敬拜你 只靠你 我愛你 每一天都永遠都要唱 Praise You Everyday 耶穌愛我 為我死是救人 天一天都要求你 尊藏 unk 如果那些人 redefine hen 原來Pray You Everyday是因為耶穌很愛我們 為我們死犧牲,然後去拯救我們 所以我們要時時地和唱詩歌讚美他 無論在哪裡,永恩傳道和珈其就在教會裡面 可能小朋友就在家裡,不要緊的 我們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讚美我們的神 甚至在郊外都可以讚美天賦上帝 我們今天再唱一次Pray You Everyday 我們要時Pray You Everyday 耶穌愛我,為我死是救人 上神看護我,常伴我路為我之人 We Praise You Everyday 耶穌愛我,為我死是救人 上神看護我,常伴我路為我之人 We Praise You Everyday 好,小朋友,我們學了不同的詩歌了 我們都可以時時去讚美我們的天父耶穌 好,今天就繼續聽聖經的故事 今天到誰呢? 就是盧雪森姑娘 盧雪森姑娘 盧雪森姑娘好像是我們新的傳道人 所以如果小朋友回來教育當中 可以向盧雪森姑娘說個Hi 認識新朋友,介紹教會 讓他們認識也可以 好,今天就聽聽盧雪森姑娘的聖經故事 小朋友,對於曾經幫助我們的人 我們通常會有甚麼回應呢? 今天聽聽耶穌醫好十個麻蜂病人的故事 看看帶給我們有甚麼學習 故事發生在撒馬利亞附近一個村莊裡 有十個患了大麻蜂的人 他們被迫和村民隔離 他們在街上的時候都要大喊 我是不潔的,我是不潔的 讓所有的人都避開 因為怕被傳染 所以長大麻蜂的人 他們都要離開自己的家人、朋友 根本沒辦法和其他人一起生活 小朋友,試想想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事實上,他們不僅要忍受疾病帶來的折磨 而且還感覺到很孤單又很無助 有一天,當他們知道耶穌要來這條村的時候 心裡都抱有一絲的希望 心想,這個就是行了很多神職的耶穌 不知他可不可以治好我們呢? 於是,他們遠遠地看到耶穌的時候 就大喊,耶穌,耶穌可憐一下我們 於是,耶穌就停下來 很溫柔地看著他們 這十個很可憐的病人 就憐憫他們 他就這樣說 你們現在可以去祭司檢查身體 這十個麻風病人 相信耶穌的說話 立即就去找祭司 當他們在途中的時候 忽然就看到自己的手已經痊癒了 接著他們又看看自己的腳 原來已經沒事了 祭司檢查他們的皮膚 沒有任何傷口 也沒有任何潰難 於是就宣佈 你們已經痊癒了 這十個人高興得又跳又叫 突然其中一個人停下來 他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於是他轉身 很快地跑回去找耶穌 跑到耶穌面前 他很大聲地讚美神 又立即跪在耶穌面前 大聲地感謝耶穌 耶穌,謝謝你 謝謝你醫治好我 耶穌行神即醫好了 十個長大麻風的病人 但是就只有一個人 跑回去感謝耶穌 因為他知道 感謝耶穌是最重要的 小朋友 讓我們一起去學習 這個向耶穌表達感謝的人 我們都好像跟他一樣 體會到神 在我們生活上面的供應和看顧 我們可以為一天裡 經歷各樣的事情去感謝神 接下來是親子討論時間 第一題 十個人求耶穌為他們做什麼事? 第二題 耶穌如何向那十個人表達他的愛? 第三題 為什麼那十個人被醫治 卻是只有一個人回來去感謝耶穌呢? 小朋友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們有什麼回應的行動呢? 第一 在我們的生命裡 有什麼事情是難阻我們去感謝神的呢? 第二 大家有什麼事情要向神說感謝的呢? 請你分享一下 然後在祈禱裡去感謝神 我們看看今天的金句 你們要清謝耶穌華 求告他的命 在萬文中傳揚他的作為 歷代至上十六章八節 小朋友 現在不如我們就用祷告 一起去感謝神吧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賜給我們生命 我們都是天父寶貝的孩子 感謝你賜爸爸媽媽照顧我們 感謝你透過他們的照顧 我們有飲食 給我們有保護 幫助我們學習 又和我們一起玩 感謝天父你愛我們 也感謝有家人愛我們 求天父你都愛他們每一個 奉主耶穌明討告 阿門